手机付款现在有Android Pay、Apple Pay和Samsung Pay可以选择 看来大家都是入信用卡拍机给钱 好像差不多 但实际上这三个手机付款平台有什么分别呢? 今次就和大家分析一下 它们分别支援不同的金融机构 Android Pay支援8间 Apple Pay亦支援8间 Samsung Pay目前支援4间 稍后增至6间 不过Android Pay和Apple Pay在香港都出了超过半年 Samsung Pay只是刚刚推出 希望稍后它与更多金融机构合作 至于信用卡网络方面 基本上都支援Visa和MasterCard Samsung Pay支援美国运通 Apple Pay支援银链 三者都可以做NFC感应器交易 Samsung Pay更加支援MST 即是拍落Note Card的卡槽旁边 模仪信用卡持带的持长信号 当Note Card那样付款 即使店铺没安装NFC感应器 都可以付款 Apple Pay和Samsung Pay支援指模认证 Samsung Pay在某些型号的手机 更加支援同网认证 付款的时候都需要认证了才付款 Android Pay只要开着手机就付款 不需要安全认证 到底是方便和危险呢? 讲到机种支援性 应该是Android Pay最广泛 不同牌子的Android机都可以用 Apple Pay和Samsung Pay 只支援自己牌子的手机 当然,如果你是用Samsung手机 就可以选用Android Pay和Samsung Pay 申请信用卡 看看Hong Kong Card 你的生活理财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